啊 真是搞不懂 这姑娘家家的学什么格斗嘛 一听打打杀杀的 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让人交宠闻挺好的 那家伙 连格斗士什么都不懂 又怎么会懂得欣赏薛姐 薛姐为什么还要理会那种人 下回见到薛姐 该提醒她才是 可我又不是她的谁 我什么资格管这些事 她是一条 都不懂得欣赏薛 先堆补 为了 你婆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闷啊 没爱空调吗 学姐好 怎么就你俩啊 孙浩和孙小敏呢 他们去跆拳道社了 明天 你昨天没去啊 简直太可惜了 一个洋人在这做炸酱面 那个画面简直太搞笑了 方雨 你一提到吃的我就饿了 要不然 你让你那个诗伟哥哥 给咱们送点吃的吧 他不是整理真的很勤吗 这点小事他应该没问题吧 而且你稍微不跟我说 想找个机会测试测试 他对你的真心吗 我觉得这就是考验他的机会 程雅楠 键盘敲太重是会坏的我告诉你 好 那我自己解决了 学姐再见 学姐 学姐 你看我 我都找到西方 还有 Ark 在小 понад大些名租 抓问卓又是真的 你死了 估计 人家的指望 在我 pergi 别管的 你再说 教老师 然后君陈 明天被人追着药 你方雨月也是个香饱饱 没准啊 这么一刺激 她又给你等白了呢 谈不上喜欢 但也没有之前那么讨厌了 她表里不一 你不要被她骗了 学姐值得遇到更好的人 更好的 那谁是更好的 我觉得 能真正懂你的 愿意保护你的 才是学姐 值得喜欢的 那你觉得 我是没有这个人的 跟她们的 我觉得 说呀 我绝对有 那人是谁 你想的和我想的是同一个人吗 总之不是汪世伟 但一定会有这个人的 好 吃叉叉饭 好香啊 快去吃吧 真有这么好吃吗 明明让你们吃大餐 偏要来选叉叉饭 为什么 以前还住澳门的时候 我和明朗会把哥哥给我们的零花钱存起来 每个月把存到的钱去买叉烧饭 因为钱不多 所以每次只能买一份 两个人分着吃 可是搬来这里之后 因为哥哥没法给我们零花钱 所以我没吃到现在才吃到 那既然这么爱吃 为什么不让哥哥带你们来吃 因为哥哥讨厌叉烧饭 其实哥哥本来也喜欢的 但是妈妈在离家出走的前一天 带我们三个去吃了叉烧饭 妈妈离开后 哥哥就再也不吃了 好 明朱 你又哭了 每次都是这样 一边吃一边哭的 那叫小妈妈吗 我知道 哥哥是替妈妈丢下我们不管 所以才不带我们来吃叉烧饭的 他还不知道 哥哥肯定跟我们一样小妈妈 但是妈妈越吃越小 他还不知道 真的 现在的我 还没有办法让我的弟弟妹妹 过上舒服的日子 我这个当哥哥的 也只能在他们想要撒娇 受委屈的时候 派的声用场 一直以为 明天同我一样都是父母早逝 没想到 他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心酸 他那看似单薄的身影 其实有着 比谁都厚实的胸膛 这样吧 以后等你们想吃叉烧饭了 就告诉姐姐 姐姐带你们去吃 偷偷的 我 拉钩 好了 快吃吧 我可以去腿 我可以去腿 鱼 鱼 肉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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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